情色文化在高雄的部分 其实高雄爱河边经常还聚集了流英 而且竞争激烈 为了打为了要拉克 他们的打扮跟拉克手法 其实都要下功夫 中间记者就直击到 当场有发现一名流英 年约五十多岁 一头长发 他穿上了桃红色低胸礼服 在街头公然拉克 外传警方会将他们取缔开罚 但是呢我们实际求证 警方强调曾经取缔过 但是呢由于罚仓不罚嫖 是违宪的 因此并没有开罚这名流英 直击高雄爱河旁的流英聚集地 立刻发现这名精心打扮的女子 正积极拉克 一袭桃红小礼服 非常低胸 搭配红色高跟鞋 侧面看出了一头长发 还大露背 举手揽克意思是 一次四百元要不要 揽不到客人 女子转过身 开始补脸上的妆 接着拉拉小礼服 整理一下 有个老婆上前攀残 在街头攻篮拉克 如果民众持呼太夸张 外传这些流英 因为路边拉克被警方开罚 但其实没这回事 警方说曾经取缔过这些流英 但由于法律规定罚仓不罚嫖违宪 因此并没有开罚 警方发现这里的流英 年龄层偏高 都是生活困苦 年纪大 还是得拉克讨生活 如果再被开罚 日子恐怕过得更辛苦 全市网加起网约发 高层报道